大家好 現在是2017年10月27日 星期五 下午兩點半左右 現在來到深水埗 快點看看是否懂得給分 總之就是舊樓 很明顯地一個收購重建 是不是市區重建局收 私人發展雙收 我不太清楚 總之剛剛最新收到的消息 太多資料我都沒有在 但我照讀給你聽 在海灘街252號和256號 252號就是必發車行 256號就是卓越電單車 看下去的時候 我想大概必發車行的門闊大約12尺 卓越單車舖 電單車反而門闊應該多些 但圖織的時候我還未肯定 我看到那邊的門應該多些 它拿了一個樓梯位限 那邊大概是14-15尺 到後面整個舖心的時候 我看下去大概是4-50尺的舖心 但仔細資料我還未有駕在手 但我初步有的時候 必發車行就賣了2200萬 海灘街256號的電單車行就賣了2000萬 兩間都是大約1125尺和1200尺 看看整棟大廈 不是 整棟大廈 看看 棟大廈的時候 就是幾層高 但都不關事了 都是舊區重建的東西 因為這個時候 你看看附近的圖織 就大概都是桂林街 海灘街 都有一大堆重建 大家都是只有資質在這裏 我都不懂得付分 因為收購重建的東西 如果沒有重建的元素 肯定不會放在這裏 但如果有重建的元素在這裏 究竟怎樣駁發 或者是誰收購的時候 如果是發展商收購一定會更加多 好 大家只有資質 看一看 還蠻贅 站會 大概Ь體 好 看得到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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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